明明 哈哈哈哈哈 想想看在上個兩天的班 哈哈哈 我還要繼續上班 你咧 哈哈 呼 什麼 什麼 你又去哪裡玩 喔 他要去和歡山 這個毛茸茸的去和歡山 他去和歡山天氣就還不錯 不過 唉 來 大家現在想著就是中秋節要 準備要去 烤肉 要賞月 昨天有沒有去大賣場 我看你我昨天去賣場 想不得了 滿滿的人耶 結果在賣什麼 買的全部都烤肉用品 不好意思啊 我自己也買了些烤肉用品囉 不過說到今天 看著那台北的天空陰沉沉 許多人的心裡面 也就開始蕩下來想說 哎呦我的天啊 這個雨這樣子下 下到了中秋節 那豈不是要撐著雨傘烤肉了呢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就來趕快搶先報 告訴你這禮拜四的時候 中秋節當天的天慶 蛤 什麼 喔 他說他也想聽耶 好 那我們就來講了 先來說到吧 禮拜三的時候 禮拜三有一股東北季風進來 這股東北風是一個微弱的東北風 這股東北風進來之後 像你住在這個南港內湖這邊 你會淋到一點雨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為什麼 因為只有在禮拜三的時候 會飄一點點雨 主要在台北的東邊 東北角跟北部海岸線 那接著到了禮拜四的早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北部的上空雲層量雖然多 但只有零星的一些毛毛雨 在陽明山 在北部海岸線 在東北角 其他地方都不會下 所以 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你如果開始要準備開車南來北往 你往北走早晚涼 往南走中午熱 所以 請往南的朋友 台北出發到南部的 你不要戴著厚的外套 因為南部中午高溫還是在33度的高溫 是一個偏熱的天氣 不過 日夜溫差相對的在中部以南是比較明顯的 那 往北 往北的話倒是早晚涼 早晚的溫度就像這兩天一樣 23 24度 然後在海岸線部分大概22度到21度 所以 早出晚歸騎車的朋友倒是要注意一下 接著重頭戲就在那周四晚上 中秋晚上開始要烤肉賞月之時 抬頭在8點鐘以後 會看到月亮在東方升起來 那 我這邊東方在後面 東邊要升起月亮之時時間點的話 那個時候 你在北部烤肉的話是 雲層多一點點 但雲縫中可以見得到月亮了 但你如果是過了新竹以南 皎洁的月亮就會在那 山頭後面逐漸的冒得出來 當然 如果你是在宜蘭的朋友 雲多 雲縫中看點月 那花蓮台東的朋友 海平面上月亮要升起來的機會 可能不高 因為接近海平面有雲層 但是 在月亮大概在高一些些之後 大概仰角到3045度左右時候 都可以開始見得到 所以 中秋夜晚烤肉好天氣 因為 只有北部地區是雲縫中見月 中南部來說 全部都是晴朗的角節月亮 那 晚上烤肉的時候 你好好的烤 天氣狀況來說 如果是到了深夜準備要騎車回家的話 那你要注意 在這中部以北的朋友 倒是天氣狀況來說 早晚會比較偏涼一些 你要加劍博的外套了 因為在微弱的東北季風影響之下 接著 第二天 你準備要出去爬爬燥 從北到南都是出大太陽的天氣 白天的溫度隨著太陽日照之下 溫度上升 但是 早出晚歸的朋友在中部以北 還是偏涼 南部呢 南部就是一個非常舒服的天氣 只有在清晨天亮之前 騎車會有一點點的涼意出現 接著 禮拜六 禮拜天 後面的兩天假期來說 也都是天氣晴 但是因為風向變東風的關係 所以反而在花蓮到台東 早晚的時候 雲層多 可能有一點點的地勤降雨 那整個其他地區來說 都是晴朗的天氣 所以呢 總結就是 四天的假期來說 第一天的假期 會有微弱東北風影響 那北部海岸線 東北角雲多 那但是到了第二第三天以後 到第四天 都是一個晴朗的天氣 欸 有沒有想到 準備要安排活動了 安排活動的話 另外要提醒注意的就是 海邊活動的朋友 在禮拜四的中秋節 當天的話呢 你好好在海邊烤肉 海水的話 下去要小心點 浪會有一點點的大 因為有微弱東北風影響 但到了禮拜五六日的話呢 天氣晴朗 風浪的部分在小浪到中浪 所以呢 風浪的部分在 週五週六週日都偏小 接著 你要去高山旅遊的朋友呢 山區晚上溫度低 給你一個數字 兩千公尺以上高山 晚上是在十度以下 三千公尺高山 什麼 啊 他說對了 沒錯 四度到三度 所以呢 你如果到了 像到達荷歡山 或者是到玉山 這些高山區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夜晚的溫度是寒冷 前往山區旅遊的朋友 還有包含阿里山 都要戴著厚的外套 那四天假期 好好的活動 好好的玩 接著呢 天氣狀況來說 目前看來要有變化 可能要大概到了下節 就是 週休假期完後的 下個禮拜二到禮拜三以後 可能才會有封面系統 要再度接近 所以呢 以目前來看 整個中秋佳節的話呢 月亮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中南部 都是只要月亮 從海平面一升上來 就有機會看到 但是呢 在北部的話 跟東北部地區 就是雲鳳中 見點月亮 中秋節 大家佳節愉快哦 記得 要帶家人出去走走 入秋了嗎 還是說這幾天比較冷 是一個假象 哦 沒有 真的入秋了 因為我們已經過秋分了 然後今年 你可以注意到一個 時序點的狀況 就是在今年的秋天 我們算是比較正常 因為我們連續的前面的 三年的秋天 其實溫度都是一個偏高的狀況 今年的秋天 是一個正常的秋天 感覺起來 秋涼的味道 也變得比較濃一些 秋一濃 可是相對的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雨的部分偏少 今年到目前沒有颱風進來 美雨季也是偏少 所以呢 請大家可能開始要節約用水哦 如果說到了10月中下旬 系統沒有 就是沒有颱風系統再進來的話 那今年缺水可能真的要缺定囉